怎么了 怎么了 脚崴了 来 我带你去医院室 慢点 慢点 逗你的 没事 谁让你刚才不理我的 你又怎么不高兴了 谁来听听 我 少爷 太太让我请您回家 接你的 爸 一百 你为什么忽然到我学校找我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怎么了 我自己儿子 我想见还不能见了吗 一百 我们这次在丰州出差 想着很久没见你了 就直接让司机把你接来了 那你们见也见了 你们逛吧 我走了 一百 等等 晚上有个饭局 你跟我们一块参加 我这次来丰州呢 特意是为了跟罗氏潭合作 这饭局很重要 我们也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 来 帮忙参谋参谋 哦 我就说嘛 还不是为了你们的生意 我对你们的生意不感兴趣 你看看你 我早就说了 一百 你爸就是嘴倔 他在家可天天念叨你 今天的晚饭 是跟你小时候见过的罗拜拜一家 我们也算试交了 没外人 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我们明天就回去了 就只有今天晚上跟你吃个饭了 我们一百总不能这么狠心 都不给我们一个和儿子吃饭的机会吧 来 看看 喜不喜欢 拿着 我不喝这个 不知道本小姐只喝余文青的燕窝水吗 那你要喝就自己去买吧 我就喝这个 你是猪吗 怪不得追不上余欢呢 只着在这儿气我 怎么着 那你现在不照样和我在这儿生气 你找乔以白生气去 你 我至少会付出行动 不像某人 只会默默为爱转身 哦 罗大小姐所谓的行动一定是 该怎么办 我和你三观不一样 道不通 不像为谋 我不喜欢这种场合 宝贝 来 这不是刚跟你董阿姨谈完生意吗 这晚上啊 顺便就约了一块吃饭 这我把你叫来了 宝贝别生气啊 哪个董阿姨啊 我又不认识他 妈妈大学同学 你刚出生的时候 他还抱过你呢 是吗 嗯 董阿姨啊 有个儿子 对我来自身的 大招异 很闹